那你跟我说说 电竞圈里面有几个这样的好男人 打游戏打得又好 长得又帅 又有耐心 不乱搞还不骗人那种 有啊 谁啊 我 我 要不要试试 怎么了 啊 小猫 这么快 许泰伦的猫怎么在你这儿 刚刚我遇见了许泰伦那个 那个谁 他带小猫来看病 说好像是得了什么星期猫猫温 但是我看化验结果显示 只是普通感冒而已 队长 拐别人家的猫要被禁赛机场 发什么神经 我想犯罪 这是你偷 小声点 一会儿电源听到了 还以为我真要那什么 这已经是别人的猫了 我知道 又不可能真的把它偷走 您的猫已经好了 看着猫多讨厌你 走了 小猫 你走了 谢谢你帮我照顾他 走吧 他不会还要把猫送回DK号吧 许泰伦的粉丝应该挺喜欢那只猫的 应该会送回去吧 不要跟我说你要去基地偷我 想都别想 走 是啊 打针了 下午找了工作人员 带他去打针 代替我 工作人员 没事 没事 不是猫纹 看猫而已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我想送他 但是 我下午要打训练赛 训练赛赢了 你说跟谁打 不告诉你们 女朋友 对啊 佳琪也很喜欢她 我和她一起养的 这还不如李恒硕那个二傻子呢 乖 有什么毛病 又讨厌又要扛 你让开 别怪我直播 虽然我讨厌她 但是也不妨碍我看她直播演戏啊 这个人 满嘴谎话 张嘴就能骗人的人 多难得呀 这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 教育我们电竞圈的男人不可取 说什么疯狂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自己遇不到好的 在这儿输来输去 什么叫我遇不到好的 那还怪我咯 那你跟我说说 电竞圈里面有几个这样的好男人 打游戏打得又好 长得又帅 又有耐心 不乱搞还不骗人那种 有啊 谁啊 谁啊 我 我要不要试试 你在说什么 什么情况 随便说说 看你那样 有没有出息 这种话是能随便乱说的吗 是啊 我想乱说就乱说 嗯 像我刚刚说的 我看你一看 你连续度的 有没有出息 好了 队场最近确实古怪 对吧 是吗 你觉得哪个部分比较古怪 队场最近 爱喝水了 电竞圈的男人啊 呵呵 我想静一静 我去 许他能出事了 啊 看这个 卧槽 许泰伦皮特急锤 许泰伦片 有偷有真相 渣男火花精 买买买 嘻嘻嘻嘻嘻嘻嘻 这个引力之名是谁啊 DQ5打野睡粉屎锤啊 今天供花柳市场买回来的小猫 开心 仿佛有了羁绊 也有了企特 这引力之名倒是谁啊 这不会就是那个被 嗯 的粉丝 还敢买衣服 怎么没粉丝跟我买衣服啊 因为你没有粉丝啊 但是我要你啊 你 是 渣男 果果你疯了 为什么要消息黑子啊 封闭犯了吗 那这个给引力之名点赞的果果又是谁啊 智障 还能是谁 当然是以你之名本人一个人 啊 还能这样玩 许泰伦不是天天在直播间说她和女朋友宁家气有多么多么的好 又要在微博秀恩爱 也不知道是哪一次 成为了鸭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妹子被逼急了 直接爆发了一波 RQ二连定向爆破 直接满血带走 好 你们怎么这么八卦 他还说其他战队OPL水平臭呢 我觉得我被地图炮了 胖爷上一周才在训练赛把他吹得螺旋升天 老K在野区把他支配得瑟瑟发抖 他跟我说别人OPL水平臭 这个真的不能忍 不难忍 又有一条新的爆料 准走 我是DQ5战队的工作人员 呵呵 DQ5战队本来就是韩国人说了算 他说往东队友不敢往西的 其实上周打我们ZGDX战队的时候 傻子都知道这么抓 其他几条线根本打不过 但是还是这么干了 为什么 因为睡粉怪恨ZGDX中单那天 关于电影院的事情不帮他说话 为什么这么狠 还不是因为他们俱乐部的队员 对于他太过于百依百顺 他就以为中国人都是这样 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 他就不习惯了 小张 不能一棍子打死了 OPL也有好的韩元 教皇 插棒 还有李恒硕都不错 嗯 这种事儿 跟俱乐部纪律性有直接关系 我觉得 无论拳华班 还是韩元 你再开锐队的按照规矩办事 DQ5春季赛打得是不错 但也就是昙花一现 从他们俱乐部 开始默许许泰伦乱来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完了 现在OPL像DQ5这种 管理层都压不住主力 韩国人话语权的俱乐部 可不止这一家 这种歪风邪技要是再不改 OPL才是真的要完 完蛋了 就 早就该管一管了 如果国内的俱乐部 都能够好好反思一下韩元问题 那么他被曝出丑这件事情 未必是将坏事 这个圈子 早该租进了 真是郑亦敢爆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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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